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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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觉得到NOTAN来讲 它的景深效果现在就让我满意到不行 我现在很多东西如果是要拍景深 就直接用NOTAN就可以完成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 也不会觉得很烦要被一个奇彩 而且我们工作之一就是成列 然后我本身其实是成列史 所以我在拍图文或者是拍太辣页配 但是我也会结合我成列的专业这一块 所以像拍食物啊或者是拍一些美妆用品 像这种美妆镜的 摆拍可以掌握一个逻辑就是 像我今天的燕麦里面 我搭配苹果跟芒果跟香蕉 那我就可以有芒果本人 苹果本人 没有切的 香蕉本人 你在成列的时候你不用想太难 尽量的把跟它有关的东西去做延伸 例如牛奶 白色 也就会一些白色的珍珠 白色的植物 白色的大胃吗 的一个人 然后因为我个人拍照非常爱植物 植物版现在其实很好看 所以建议大家家里偶尔可以养一些小植物 然后我拍照的SIM就不够 4.3块钟拍照 那我们拍完之后呢 就是我妹妹跟我搭车 你们看我没有搭车 他们都已经软掉了 他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你看这场的摄影师 是不会跑板拍的就去吃掉 那反正我觉得太简简 今天要来做我的那个 婚纱照的那个头发大干燥 然后 你要先跟大家讲改的地方 还是就让大家拭目一下 一样 在干嘛 之前口的水越大 好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 好卡 我现在要拍那个 Ready for Wedding 就是我现在要求备我的婚礼 然后婚礼前会有一大堆 就会有一大堆事情这样做 然后我把它剪成一次Belog 然后其实我以前拍Belog 最常使用的是Belog 但Belog 所以在拍的时候呢 如果我在走路啊 或是我要拍这个 这个 这个 它其实有时候晃动会是太大的 所以我后来才会去买三个稳定器 因为三个稳定器 有很大的麻烦 但反而完了 这一次呢 Long Pan 它有一个新的功能 我自己觉得很贴心 就是它可以 减症 防手症 然后你在拍的时候它就会 让你的荒影势稳定度 因为你只要做YouTuber 其实很常需要用手机来拍影片 就是你没有办法时时刻 把相机感染背在身上 但是你要拍影片的时候 尤其是手机是最方便的 拍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它的什么 就是防震值的越好 其实对于 我们来讲越方便 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 是一个很棒的技術 这是我今天 好好奇迹的造型 你们看这张鞋有多像马蹄 这张鞋真的很可爱 这个也可以叫 好奇特 好奇特 有一台鞋车 请你逛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鬼门还没怪 一张巷子遇到一个疯子 反正你们我们在讲 不好意思 好啦 我们要来拍我们的穿搭 因为现在已经六点 啊本来 现在已经五点四十五分了 所以 我们再度拍穿搭天就要黑了 来吧 这边可以教大家一个配方 就是呢 你如果把脚拍这样 压脚背的脚背 因为看起来很棒 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拍比较近的照片 你就可以 因为像我今天的重点是 头发跟钻石这边 所以我就会 用植物当成一个框 然后 它就可以把那个 这个头发的颜色跟 品牌出来 我最爱功能就是 一二三度 超广角功能 对 太大了吧 你们有买过广角镜的人 应该就知道吧 你拍下去之后 你拍照真的会很广 然后可以拍到很多东西 然后你边缘又会延伸 所以会把你的腿拉长 拉到一个model的比例 爱拍照的人 这功能 绝对就是你 你必须拥有的功能 我很常就是 出门 然后停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 然后都会这样 按定时 然后就跑 然后再过去 然后再按定时 这样跑 因为上次在Note 9 就有跟大家介绍过 用按的就可以拍照 这一次的Note 10 更方便是 除了可以拍照以外 压一下往左方 你看就变相片功能 然后 这样子 它就变得比较近 就是一个人出去玩呢 如果你有想要记录你自己的时候呢 Note 10 就是你的好旅伴 就是你的好朋友 你就只要像我这样 买一个手机用的脚架 你就可以随心随意地拍你想拍照片 是 we hit the point when it's over we burn out to nothing we're watching the flames watching the flames watching the flames then I'll be leaving without you and I won't feel a thing 你现在是很尴尬 对不对 OK你可以背在镜头 因为我主要是要跟大家修 你自己看这功能 你不用排跟客人在那边讲话 你后面说你记得 去开会 讲错的是一个气质 立马把客人吓掉了 对你用整个客人立刻出去 wow 你这是什么手机啊 now 10 plus 我要跟我们继续认得开会 你在这里怎么打那么开 下班了 就变成那个 猫奴 这个是最 逆来顺受的晚贵人 然后刚好现在是那个 Galaxy Note 10 它有一个新功能 可以边摄影的时候 边用S Pen在上面画画 感觉也可以拿来拍猫 你应该很可爱 我呢 每天都在拍他们 但是我就是 讨厌千篇一路的照片 就是你知道 你们一定有这种人 你们社群媒体里面一定有这种人 他都在发照片 但是他上 他现在发的照片 跟他上一层上的照片 感觉就差不多 猫就长这样吗 他可能都一直拍他躺在那边 因为我都会推动 所以呢 我觉得尽可能的想要去 发一些比较有趣的 大概是这样子 它就是 让你的录影变得更趣味 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 一日工作的Vlog 因为其实我今天要呈现的是 所谓的做自己的质感 空一直以来 其实我的形象 会让大家觉得 可能是比较有质感的感觉 呃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的生活还是个凡人一样 有没有 就是房间也会乱七八糟 到处都是 你的猫毛啊 但我想要告诉你们是说 我们毕竟不是 超级大牌女明星 不会有人把我们 handle 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还是 要像个人一样的过着 但是 什么叫做质感空 就是呢 当你要发图文的时候 当你要发影片的时候呢 你尽可能的去 把它做的有质感 一样是做自己 但是我要把它做的有质感 有美感漂亮 我觉得这就是做自己 质感空的一个 核心的意义 最后呢 就是也要感谢三星 用三星的手机 这个已经是第四支了 现在我真的是很习惯 因为我的系列 我真的觉得它越多越好 到现在来讲 我真的觉得它很多功能 让我可以更轻松 更简单的做出 有质感的东西 真心的觉得呢 我可以是一支很厉害的手机 而且很适合喜欢拍照的 或者是你喜欢享受生活的人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呢 这个公众朋友的影片 哈囉 好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 不要忘记得点赞 分享给你的自己一天文 好 人呗 小宝贝 嘿嘿好宝贝 嘿嘿好宝贝 小朋友 你为什么呀 自己一个人闷闷不乐的 在这边都不来 跟我一起玩 你听你不好 你哭哭喔 天啊 我好没有绘画的天分 哈哈哈 还是你 生气 很生气啊 好啦 好啦 拜拜 wha do you know why do you know what do you know to find a brown iron man for a blue eyed girl what do you know right here next door to me oh stan